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網友 美國打壓中國的AI我們講了很多 生物醫學那方面又如何呢 原來很靠美國 現在美國國會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法案 如果通過了整個板塊差不多是殲滅的 只剩下渣 為甚麼呢 原來他們的市場就是靠美國和歐洲的 提醒大家這瓶酒是靚酒非常靚酒 200年歷史的酒莊92分 很多名牌都拿來招待人的 675元 4折270元 這個是平通街的 如果喜歡喝酒真的要試試看 今次我們賣大包 這個魚子醬 900元 平通街 這個是3mm 13年以上的 7折630元 會員特衛 沒有人街上沒有人這麼便宜 然後送這瓶酒給你 送這瓶酒給你 是不是很賣大包呢 賣完就沒有了 快點來賣 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 已經過了 11票對1票 通過生物安全法案 通過生物安全法案 生物安全法案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 以及大陸在醫學生物中斷鏈的事情 過完這個委員會 會參眾兩院全體通過 你現在看這個勢 是兩黨一起贊成的 而這個對於大陸的醫療板塊 甚至是對美國的醫療公司 藥物公司 都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他們立即要將這些東西轉走 很嚴重 其實是做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CRO 這是將那個研究外包 我要做一件科技 他要做很多實驗 有很多的醫療人士 就是專業人士 這個在美國是很貴的 外包去中國 這個CXO 它有很多種東西外包 其實包括了調查研究 然後化學實驗 拿老鼠來做實驗 拿人來做實驗 各式各樣的東西 management 如何管理 試圖如何去生產 或者是sales 什麼都外包 因為牽涉到非常多的專業 是有什麼公司呢 合同外包 最大這一間 這個 若明康德 這間公司 只有一間千多億的 其他的 這些是在說 跌得最多的 這兩間 這個若明生物 是跟他同一班人控制的 獨立嘗試了 這個跌了21% 這個糟糕 16% 15% 這樣 我現在才知道 就是很多人其實 讀了這些專科 很多都是博士 去develop這些 因為要測試化學生產 去做生物鏈 這些都是非常 勢力的 而他所用的勢力 是要高學力的人 亦都用高級的儀器去做 這樣就有中國公司 專門承包了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藥廠 都在美國 或者歐洲 他就承包了他們來做 這個就叫做CXO 什麼都包在裡面 產品研發階段 研究chemical compound 究竟哪種compact是什麼 很多是試出來的 臨床研究 臨床研究 這個臨床前 臨床研究 又有臨床研究 藥品註冊審批 要經過這些審序 幫忙做審批 上市後研究 外包服務包括了什麼 藥物篩選 化學合成 小事分析業務 安全評估 研究 對環境的影響 藥物的功效 用什麼方案設計 臨床觀察 數據管理 統計分析 如何向FDA批准 上市 這個不是上股市 監察人的反應 要做多少年 藥物 研發生產業務 CDMO是什麼都包 配方研發 臨床藥物 這些包裝 研發週期 一路可以去到 研發週期 整個週期去到七年 很厲害 美國眾議院 推出一個法案 指控若明康德 華大基因 旗下的華大製造 這個就是華大基因 他的分公司 收集為人類訊息 華大基因是做核酸的 香港也是他們做的 說他收拾了幾百萬個美國人父的消息 拿回去研究 這個若明生物 這隻是新上市沒多久的 跌11% 最高的時候30元 56元 最高52週 跌到14個多 曾經跌到14個多 這隻很大 742億 742億 若明康德 最高93元 現在51元 這一輪就這樣跌 1516億 1516億 是很多外國資金 是外國資金持有的 很多都是外國資金持有 華大基因42元 172億 174億 這個法案 以國家安全為由 限制華大基因和若明康德 而無來往 就是這樣 美國公司為了美國的安全 不能夠給這些人生意做 這些人 一間公司是千多億 整個板塊是幾萬億的 十萬八萬億的 他有多靠美國呢 我們看看 目前是阻止聯邦單位和重點關注的 中國醫藥簽約 也不可以使用他的設備的公司簽約 將來一定會限制藥 因為主要一個大問題就是他們引起國家安全危機 第二就是 他覺得太依靠中國 有什麼事中國會用這件事來捏他 華大基因旗下的子公司 被列入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名單 因為是有重大風險 他們收集了幾百萬個女性基因 用作人口特徵 並且和中國軍方合作 從事研發和製藥的若明康德 這間和中國軍方有關聯 你養大了他 而且你叫他研究這些 他會不會偷竊了你的機密呢 其實我真的擔心 這些指控都被否認 毛錫若明康德 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過去沒有 現在和未來都不會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的威脅 他就開始回購股本 回購股份 10億 托著股價 若明生物 都是過去沒有 現在和未來都不會對美國對其他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是有幾多間公司 他們作傳10間公司回應這件事 若明康德 若明康德 強烈反對 無端指責 亦都是 並沒有害到美國 正常營運 若明合罪 蝦龍化成 雷龍化成 雷龍化成 共同醫藥 未有受到影響 華大基因 超新製藥 泰國醫藥 海萊液 之前我已經知道,美國用的藥在抗生素和維他命中的活性因素, 中國佔了七八成,為了保護西方供應鏈的穩陣,一定要搬出去, 我不知道有很大比重的這些研究,其實是在中國做的,對中國也都某種程度的依賴, 我不知道比重是多少,中國佔世界的比重應該沒有那些因素那麼多, 若明生物是若明康德分拆出來的,他說兩間是獨立公司,背後的股東是一樣的, 2022年2023年上半年,若明康德境外收入超過八成, 靠美國65%,原來,因爲中國的藥行不會用很多錢去研究藥, 他預備別人研究了偷,研究一隻藥是以10億美金計的, 周期10年,你首先去找一些研究出來, 找一個原理怎樣去醫治,於是你就找一些研究出來不停去撞, 然後就作出在實驗室的反應,一級級這樣做,做到批准, 一隻藥用幾十億美金,他的收入來源,若明康德2023年, 美國36%, 不是,這個增長,這個增長, 美國佔了1,940億人民幣, 歐洲328億,中國524億, 你這樣看,加上的數字就是300多億, 中國自己只有15%, 而且美國增長厲害, 我也告訴你,美國的藥很厲害, 那隻禮來, 就是第10大市值, 因為他最近出了減肥藥,減肥的針, 而NVO又出了一種針, 不是出了一種藥,那隻減肥藥可以口服, 2022年2023年, 若明生物的北美市場收入, 是55.6%, 46.3%, 佔了一半, 歐洲就佔了20%左右, 加上日本, 若明生物北美, 這個佔比46%, 歐洲30%, 若明生物, 剛才那個若明康德, 中國就是佔21%, 簡單來說, 如果美國和歐洲去制裁他, 這間公司就可以了, 在全球製劑的比例, 在全球生物製劑研發, 那些生物製劑研發, 用來做測試, 外包市場份額, 佔了世界12.8%, 我想中國佔20%多, 這樣飆上來, 2.4%, 3.25%, 6.4%, 12.8%, 中國生物藥的份額, 若明生物一隻佔了一半, 在CDMO, 就是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若明康德比較少, 中國的份額, 華大基因, 就是來自美國的營收比較少, 對他沒有這麼大影響, 我們看一下若明康德, 若明康德這間是最大的, 其實他做多少錢生意呢, 一季一季, 106億, 賺27億, 即是他賺100億左右, 一季賺29億, 沒有什麼增長, 這個增長了20幾%, 屬於上市公司仍然扣除非經常選益, 有些非經常選益回轉, 大概30億左右, 好了, 這個就是重點, 本公司, 這些公司不是很多人, 做千多億生意, 做千多億生意, 做一百零幾億一季, 一年做四百億生意, 四百五百億生意, 41,100多個員工, 12,877個碩士以上, 1400個博士以上, 很多是美國回去的, 很多美國, 通常這些公司大部分是海歸, 很多海歸, 亞洲人, 32,000多人, 美國人1000人, 歐洲人100人, 亞洲人, 有些本地大學的, 但是很多是美國大學, 沒有進入美國籍, 研發是最厲害, 生產3,000多人, 這個, 好了, 你將它的業務攤開, 化學業務是佔了這麽多, 原來最多是化學, 就是找那些compagnum出來, 分拆那些分子鏈, 測試, 怎樣做測試, 第二多, 生物學, 細胞基因療法, 國內新藥, 國內新藥只有這麽少, 真的, 國內沒有用, 這樣構成了29億, 好了, 藥名康德, 第三季, 我們來看看它, 106億, 服務成本6億多, 賺45億, 純利是33億, 純利去到三成, 很好賺的, 這些呢, 這些生意叫做什麽呢, 它是 labor intensive, 但是知識密集型, 每個人都要, 其實是龐大的實驗室, 龐大的實驗室和管理, 生意如何呢, 差不多平穩, 它是高度教美國的大藥廠給生意做, 若民生命一季, 6個月, 84億, 賺多少錢呢, 22億, 85億, 賺22億, 20幾個巴仙, 華大基因就沒用了, 4億, 它跌到渣都沒有了, 賺多少錢呢, 這個是9000多萬, 華大基因就一直跌, 這個時候就最好賺的, 它的測試劑是包含全香港的來做的, 2023年A股減持前10名是什麽呢, 誰在扔股票呢, 這班人, 有些人知道美國將會制裁它, 1億3700萬股, 112億, 楊明康德賣了, 這些科技股, 金山辦公室, 科大信飛, 科大信飛是做AI的, 龍心, 嚴重是龍心, 訂到不得了, 韓武紀, 京五高天, 第一就是楊明康德, 這個就是整個板塊的走勢, 這個整個板塊的走勢, 大家看到, 它在這段時期是高度平穩的, 因為它是受美國的生意外貫, 這裏大幅度下跌, 指數是由32000點跌到19000點, 跌了14000點, 跌了四成, 我告訴大家, 這個是一個十萬億的板塊, 一隻股票就千幾億, 一隻股票千幾億, 幾萬億沒有十萬億, 兩家公司就佔了2000幾億, 一定有幾萬億, 加起來了, 整個行業加起來十萬億, 加起來了, 基本上美國招一個這個法例是屯滅, 生意要去找那些有科學技術的地方, 譬如去印度那些地方做, 轉了給那些地方承包, 各位網友, 很高興, 我又有一本書出版, 這個就是很多網友鼓勵我講回憶錄, 這個是回憶錄的第一部份, 出完之後我就開始講第二部份, 這次就將他誠書, 這個誠書, 石火光宗的74年, 所謂, 倭牛角上爭何時, 石火光宗記此生, 即使世界首富, 也敵不過宇宙的變化, 時間的推移, 希望我們能夠放下過去的恩怨計較, 好好珍惜與享受每個能相見的日子, 74年轉信即過, 這本書就是這樣, 原價就是新台幣480元, 這樣就是8折, 即是384元, 我是講新台幣, 即是如果你講一下港幣, 大約除四, 大約除四, 我們是寄出的, 首先第一, 大家要放心, 這本書是沒有什麼政治上犯記的東西, 所以不是違禁書, 大家可以放心買的, 我們直接由台灣寄去這些地方, 台灣寄回去台灣, 484元, 例如你在台中,台南,台北, 你不想來拿, 我寄給你, 港澳新台幣564元, 東南亞新台幣984元, 日本新台幣1684元, 英國1884, 澳洲1984, 美加1984, 歐洲2084, 當然, 現在可以預訂, 這是第一版, 可能是最後一版, 除非將來我講完整個回憶錄可能出立定版, 有我簽名的, 我們在農曆新年前印好了, 有限度的, 根據預訂數目來印, 一向我都覺得, 我是不好意思的, 既去英國, 1884, 1884圍到470元, 太貴了, 去美加1984, 歐洲2084, 這個是很快, 但是有些人又想拿到這本書, 又不想給這麼多運費, 那怎麼辦呢, 今次我弄了一個平油價錢, 平油價錢, 寄去美加752元, 但是當然, 它是會遲45天的, 你要等的, 英國752元台幣, 不需要200元, 大概時間40天, 從寄出日開始計算, 但是沒有追蹤功能的, 有可能會寄失, 但是你寄失不要緊, 寄失我就負責賠回一本寄給你的, 只不過是時間遲些, 這個包了, 我是保證你一定收到那本書, 大家上去網上搜尋蕭貓貓辦本, 就可以預訂了, 上次大中華膠, 有些人在香港不敢訂, 這本大家可以放心, 講這些回憶錄, 最重要是坦誠, 我是真的非常坦誠, 赤裸裸地把我內心告訴大家,